俗话说上的山多中玉虎 两名疑似外籍人士的抢劫惯犯 今天凌晨遇上霹雳警翻了六简时 拒绝停车并加速逃走 警员立刻展开追逐成功截停对方 不料车内两名匪徒胆大包天 一人持八冷刀攻击警方 另一人则向警员开枪击中警车 最终警方开枪击毙两名匪徒 初步调查两人士涉及霹雳 雪兰儿和森美兰州至少14宗破门刑切案的惯犯 警方清晨五点左右在乌鲁市林路 拦截两名嫌犯的轿车 匪徒见状不妙 蒙踩油门逃逸 警方最终拦截两人 不料对方分别挥刀和开枪袭击警员 警方被迫开枪还击制服两人 两名通缉犯身上不但没有身份证 乘坐的轿车还挂着伪造车牌 当局在车上搜出多种用于铺门行窃的干难工具 目前警方仍在追踪其他党羽 您会再次账上搜出多种用于铺的车牌 您会再次账上搜出多种用于铺的车牌